九瓊湖和建築窝的九条登山步道条条相通 沿途生态相当丰富 有撑着长长的毛尾巴的稀有蜡蚕 还有穿着白色大衣 最大飞蛾黄蛾的幼虫 有这么多的生态可以看 建这些步道 农委会随着幼虫 渡保持局可是帮了不少忙 走到建筑窝 肚子饿了可以开始挑战客家米食村的美食 来到秀丰农场 只要在铁板上淋上薄薄的一层米浆 放进铁锅一蒸 就是香Q好吃的过水板 我们这个菜包啊 虾仁香菇啊 虾仁香菇 好 永远是不会腻的 萝卜蛋 这如果再加一点小小虾 可能味道更好吃 有啊有啊 只是你看不见 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的那 想吃客家菜包 仅平衡小吃部 道地的客家萝卜丝当馅料 福明新农场用动物模子 印出了各种马属图样 下锅油炸式香酥脆 还有竹篮原厂的烤艾草丸子 加入了艾草风味更加特别 当然老屋小吃的米苔木 也很有特色 来这个水要大 水要大 看到没有 一条一条下来了 哎呀好漂亮 煮好的米苔木冷却 加上的创冰真是美味 在农委会随途保持局的 长期辅导协助下 农友逐渐走出了一片天 明日新闻 华阳俊林俊明新竹报道